運動後酸痛可能最主要於性癌有兩種 第一就是做運動時斜傷拉傷肌肉 斜傷拉傷肌肉就會立刻痛 痛的範圍可能就是拉傷哪個肌肉就哪個肌肉痛 很多時候拉傷肌肉很輕微就很快就沒事 通常一星期痛都沒有舒緩 第二種就是運動後延遲酸痛 通常做完運動時未必會很不舒服 通常做完後大約半天 24至48小時就像周身骨痛 扯著軟著 這就是運動後酸癌 通常如果沒有特別緣故 可能一兩天 最長四五天之後就覺得沒有事了 以前的人覺得是做完運動後有預算積聚 現在我們新的科學家他們有推論 可能做運動時有些小肌肉纖綿 有些很輕微的 創傷拉傷 就會慢慢發炎 有發炎後就會有腫 當腫積聚就會刺激到成癮線 壓到成癮線 肌肉周圍附近的成癮線 去產生痛 這就是最主要的成癮 如果真的有dorms發生的話 我建議不要繼續做運動 因為如果你有dorms之後 肌肉已經不舒服了 你選擇去做運動後 可能你一定沒有之前的那邊那麼好 還有做運動後 你一定找其他動作 找其他肌肉代償了 所以我建議就是 例如你今天做完上身的運動 你上身有些dorms肌肉算軟了 不如明天就不要做上身 做著下身 所以很多時候我建議 如果是重量 離心肌肉訓練的話 一星期可能兩次都夠 中間的時候 你可以做其他肌肉 或者做一些大量運動都可以 於sureumdorms的方法其實有很多種 但現在最有實驗證明的就是主動運動 做一些簡單的 可能你10分鐘15分鐘的緩和運動 Cull down 輕量大氧 做一些伸展 讓身體血循環好一點 讓你身體上那些 剛才我說的那些 受傷產生的驗症 腫脹 因為血循環好一點的緣故 帶走一些就會好一點 樂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